九一大神 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代名词 数百位美丽姑娘 无辜地卷入偷拍 沦为制作淫秽视频的牺牲品 而始作俑者 就是以九一大神为号 在网络世界开疆阔土的男人们 2016年 离水警方在一起网吧报警案件中 意外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国外中文网站 网站形制完备 内容猥亵 点开每个视频都需要付费观看 而视频中的女主角 无不言笑生花 他们有的穿着校服 有的穿着职业装 这本该是他们人生最灿烂的时节 警方立即意识到 这绝非普通的色情网站 而是一个急偷拍 制作 传播 牟利于一体的犯罪基地 那些惨遭偷拍的姑娘 正是这个黑暗世界中的牺牲品 对于这样的网站 必须立即拿下 为了承恶扬善 警方决心要将幕后黑手绳之以法 经过调查 警方将网站的主要内容 追溯至一伙姓张的犯罪分子 张某是一个典型的游手好闲之徒 平日无业在家 整日沉迷网游 有一次 他无意中浏览到一个境外赚钱网站 上面都是制作淫秽视频牟利 这时候他眼前一亮 意识到这是一个非法发财的捷径 于是他立即行动起来 拉拢两个兄弟一同加入 创建了这个中文网站的平台 一开始 他们从境外一些已有的淫秽视频网站 购买内容 在慢慢自行拍摄 制作 上传到自己网站牟利 三兄弟各有分工 配合默契 大哥张某是该网站的主要创建和运营者 他负责网站的日常管理和上传视频 二哥主要负责视频拍摄 他会潜伏在各个场所 使用针孔摄像头等设备 偷拍女性的私密画面 三弟则负责把拍摄后的视频剪辑 后期处理 然后提供给大哥上传 他们先从酒店 浴池等地偷拍 在获得一定数量的视频后 便开始自主与女生开房拍摄 有的女生单纯以为找到良人 有的则是被其花言巧语哄骗 张氏兄弟运用种种手段设陷阱 将无数女生拉入泥沼 在三人的通力合作下 网站运转起来如火如荼 点击和收入迅速上涨 短短两年时间 他们就通过提供付费淫秽视频 点财数百万 而那些视频中的女主角 无一例外都是他们设下陷阱 或威逼利诱 或通过隐藏摄像头偷拍所得 但张某等人 对于这些女性的伤害 完全漠不关心 他们眼中只有金钱和权势 带来的刺激 2016年 浙江里水公安局 接到一起报案 一家网吧老板报警称 网吧里突然出现一个 不断浏览黄色网站的年轻人 严重影响其他顾客 据老板描述 这名年轻人每次来网吧 都直奔一个角落的电脑 然后开始疯狂地浏览 某些色情网站 他的声音很大 里面的内容更是令人害羞 丝毫不避讳其他人 老板看情况不妙 多次上前劝阻 但他却始终不理会 执意继续浏览 老板无奈之下决定报警 很快派出所民警 来到网吧进行处理 但年轻人似乎有所察觉 趁民警询问老板时 从后门溜走了 但在他仓皇离去时 网页还没来得及关闭 民警来到他 刚才浏览的电脑前 只见屏幕上是一个 极为震惊的黄色网站 内容令人发指 更令警方意外的是 这个网站居然全部是中文界面 视频主角也多是说中文的女生 警方顿感不妙 立马开始进行调查搜寻 在抓捕张某后 他们并未掉以轻心 而是开始分析这些视频的背景 发现拍摄地点 似乎集中在国内某些城市 女主角的口音 也有明显的低域特征 可证明视频的制作和上传者 就在国内活动 于是 警方决定切而不舍 继续追查幕后主使 在美国留学生杨博文落网后 警方顺藤摸瓜 逐渐发现这个团伙势力庞大 分工细致 存在多层代理 终于 在层层追查下 警方锁定了这个犯罪组织的核心人物 九一大神之手汤先生 这个看似高大帅气的男人 竟是整个团伙的策划和执行者 也是最终收益的最大受益人 原名王孝雷的汤先生 在上海一家外企工作 年薪高达百万 他拥有高学历和英俊体魄 又混得开 深受女同事的欢迎 每逢出差到外地 他就必定与异性爱美取乐 他先通过花言巧语 获取女性信任 然后将她们约到酒店开房 在女方不知情的情况下 在房内秘密设置好了针孔摄像头 整个过程中 他要么戴着面具作为 要么用枕头遮面 只让女方完全暴露在镜头前 房市结束后 他将偷拍的视频带回剪辑修改 然后上传到自己的网站 靠订阅和打赏牟利 他还和杨博文等人分工合作 成立了一个发布和交易的平台 为了防止警方察觉 他们在全国范围内流窜作案 这些外围女在金钱的诱惑下 纷纷毫无防备地落入她们的陷阱 即使有时候 被一些外围女发现她的偷拍行为 因为本身做的就是违法勾当 绝大多数外围女都不敢主动报警 这样一来 她完全可以挥霍青春美色 又能从中获利 在两年时间里 汤先生光靠制作和贩卖这些淫秽视频 就脸才上百万 而那些视频中的女主角 全部沦为她制作淫秽视频的牺牲品 从此名誉扫地 很多被偷拍的女性 在发现自己出现在这些淫秽视频中后 多有轻生的念头 她们本以为找到了真爱 得到了体贴的另一半 可当她们在视频中 看到自己鲜活的身影时 一瞬间世界崩塌 她们只能在绝望和自责中活着 无时无刻不被羞辱感笼罩 而始作俑者汤先生等人 则还在网上肆无忌惮地变现 不断用新的视频博取眼球 她们将这些女孩当成商品利用 充分榨取她们的点击量 让自己的收入与日俱增 在抓获汤先生后 警方接连破获多个九一大神 牵出一串罪恶产业链 陈某就通过与台湾的 步伐网站合作 大肆散布这些 侵犯女性隐私的视频 而秦先生更是老奸巨华 他会用多个化名身份 在网上聊网友 先通过长期的网聊 或受害者信任 再约出设下陷阱 这些大神们表面上都是社会精英 装满光鲜 实则道德败坏 她们通过种种手段 猎捕女性 致对方的痛苦和伤害于不顾 任由无数家庭 因此分崩离析 任由无数女孩的名誉毁于一旦 多年来 九一大神们制作传播了 数以百计的淫秽视频 牟利上百万 她们用金钱和权势哄遍女性 置其于危险境地 2018年7月 此案进入审理阶段 李水市联都区人民法院 公开对汤先生等三人进行审理 经过法院的审理 认定汤先生等三人在案发时 明知将女性作为制作淫秽视频的 牺牲品是违法的 但仍然长期以牟利为目的 进行制作和传播 其中 汤先生是此案的主要指使者 兼最大受益人 法院认定 汤先生等三人的行为 已经构成制作 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 且案件情节特别严重 一审宣判 汤先生被判有期徒刑11年 并处罚金 法院还裁定 汤先生等人通过犯罪 所获非法收入和犯罪工具 全部予以追缴和收归国有 三人如果不服判决 还可以上诉到高级法院 本案的判决 对汤先生等犯罪分子 进行了严惩 也给那些受害女性 以正义感和安慰 我们不禁要问 在利益和欲望面前 人性中的善良去了哪里 这些大神们 是否曾为那些 因自己而受辱的女性 感到过一丝悔意 她们是否想过 背后点赞的每一个ID 都曾是别人的女儿 妻子和母亲 生而为人 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个体 但在道德沦丧时 我们也可以轻易伤害他人 所以 当自己的行为 可能给别人带来痛苦时 我们更应该三思 没有任何利益 值得我们去用他人的泪水和痛苦来换取 小姐姐们 要爱惜自己的身体 谨防钓鱼 别让猎验者有可乘之机 且让我们携手守护 那一份来之不义的尊严 不让更多女性 沦为制作淫秽视频的牺牲品 法网灰灰 疏而不漏 九一大神们 终究难逃法律制裁 偷拍视频的行为 都将遭到应有惩处 我们期待着 有一天 互联网将不再有猎奇者的身影 我们的网络世界 也将回归那最初的理想和善良